《孙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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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一直都在 就是它會秒回 就經常碰見人 就是其實我有時候也有著毛病 我朋友給我發個消息 我第二天才會回它 就真的是意念恢復 就忘了嘛,忘了 但是你可能有点双标 我给别人把我信息 希望别人描绘我 他就会描绘 就是你发一个 他马上就说 怎么怎么有在 或者怎么一直都在 我觉得他一直都在这种感觉 挺好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意味着人工智能 就是有些优势 也许他不如人类聪明 或者他需要不断地去提高 他的智商和情商 但他比人类更善于倾听 我们常见到的情况 甚至于有很多用户 他会怀疑你背后是不是真人 所以他的拟人度非常的高 但是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很有意思的信仰 就是我们的规范要求 我们不可以伪装成人 所以我们的任何一个 因此在跟人交互的时候 都会明确地在交互开始的时候 告诉对方我是人工智能 尽管如此 人们在交互的时候 还是会带入其中